就是說朱立委員就是面對現在的這個藍白河變、藍白拖 現在有可能變成藍白戰 甚至昨天朱主席也有說好像你本來答應現在又反悔了 他有點蠻不高興的 沒有啦 就是這樣啦 我中午跟他通過電話嘛 他說那個他自己都講說 那我下午資料再給你 然後再那個那個你考慮個一兩天 我們就是資料讀一讀說哇69個比11吧 這個就你不能說我送資料給你 你就是同意 我想也不能這樣講吧 不過我想這個也沒有什麼啦 因為每個人總是會去爭取對他最有利的說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可以理解 所以這樣算破局了嗎 那個黨到那一台 所以這樣算破局了嗎 我倒覺得剛才講過嘛 也不要說人活在世界上也不一定要百分之百相同 其實大部分都OK嘛 只剩下這個總統這一局 但是總統我猜啦 當然台灣老百姓不太習慣 像我們這種做急重症外科的 哇還有十幾天太久了